爸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是 气人有消人无你 我什么时候不气人有了我 你发朋友圈我们不反对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人人都有个朋友圈 你发点正能量的 你发点让人高兴的 怎么别人倒霉你就发呢 别人倒霉你就高兴啊 就这样 你这点比我这朋友圈可差远了 你的朋友圈好啊 我随便发一个啊 你看我翻一下 你看你看这朋友发的朋友圈 全都高兴 你看人家一出门 人家捡了一个奖卷 人家对上了 人家对了一个足底按摩神器 大家都高兴 什么好啊 捡的奖卷 是对奖对了个按摩神器 谁这么幸运呢 哎 那神器得挺贵吧 我跟你说 洗脚盆足浴盆 你到超市也得四百块钱 五百 对不对 你何况人家是神器 清理我 到底谁这么幸运的 拿来拿来我看看 谁这么幸运的啊 这肯定是我的朋友啊 临终之王 谁啊 隔壁王叔 啊 你王叔啊 哈哈哈哈 好 去自己啊 炫 啊 拍 马屁往脸上拍 不是 哈哈 又怎么老王要中个奖把你乐这样呢 不是 我这纯属是替他高兴 不是 他得奖了你高的哪门之性呢 好 这个他他他运气好啊 他运气就比你强 这也不运气比我强 还把祖孙都冒得清烟 他脚上不上那双鞋坠着 他就上天了 跟他一离我怎么这么怨呢 哎呀你可别怨了 有啥怨的 老王是咱们哥们 他中奖了 咱们不应该高兴吗 大家应该祝贺 就帅说了 老公 他好 你也好啊 他好我好啥呀 你好啥 你想啊 老王一上咱家来 把你烦得厚厚的 接着他中奖不来了 这一天 你老个清静 我清静啥呀 我清静啥呀 老王现在干啥呢 在家拿那神器按摩脚呢 我那咋办呢 我这满脚脚气 我得自己搓 行行行 回头我打净打净 哪有卖的 我给你买一个 不完了吗 就是啊 钱人帮你买一个 我怕啥 什么玩意 我怕啥呀 还给我买一个 他给我买一个 不得花咱自己家钱吗 我 人家老王那是捡的 捡的 哎呦 你这是咋的了 捡的啊 人家捡了一个奖券 人家去就中了个神器 你敢不感觉到这个老王道德品质有点问题 爸怎么还上钢上线呢 怎么上钢上线 捡的东西能拿去兑养吗 怎么的了 我们小时候捡一分钱怎么办 那得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他捡了个奖券中了个神器 他就算不交警察 也得交给他犯大爷我吧 嗨 不是 爸呀 说不定人家在家正按摩脚呢 还按摩什么脚 捡来的东西按摩脚 还不把他那脚按成熊掌啊 哎呦哎呦 咋叫大熊掌 行了 老师 老师 哎呦喂 老饭 口味挺重啊 还想吃熊掌 吃熊掌饭法 再说你根本就不用吃熊掌 你自个就有 你大伙看看 就那个手掌上毛就是熊掌